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來分享一下3DS是怎樣錄影的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有很多疑問 究竟3DS舊世代的機器究竟怎樣可以錄影呢 今天就會分享幾個方法給大家 首先一開頭當然就是先生命 這一部就是我第一部3DS的機器 淺藍色 當時好像是Pokemon剛剛進去3DS這個世代的時候買的 這部差不多10年都有了 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這部N3DS LL 這部就是我用來內錄的機器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我最近拿來玩Pokemon的初代熊和水晶版 都是靠這部機去直播的 OK 最後就是藍色的這部 這部就是Liu3DS LL 這部機器就是我上次都在商場上打算收的其中一部機器 好 接著畫面我們來看看我電腦寫了一份表 寫了3DS的錄影方式 其實我歸納了三個的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這裡全部都寫了答案 但是我就先游黑了 因為是保持神秘感 好 那我們來吧 首先第一個 我會逐個逐個白色 第一個方式就是外錄 什麼叫外錄呢 就是 可能就是在這裡打開PDS 然後就用相機拍著這個網 在我很早期的時候都做過這件事 我記得曾經是因為要錄影 即是外錄 但是很光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一些紙盒 我記得是用一個紙盒 然後套住它 套住上面只錄這個位 因為大家都知道 VDS大部份一些重要畫面 都會在上畫面顯示出來 下畫面多數是一些操作類的 一些 一些觸屏的選單 其實就相對的沒那麼重要 所以我之前就用這個箱包住上面 對啦 就非常之簡單 但是當然 出道來的效果就 普普通通 因為都是根據你的錄影器材 OK 那這個錄影方式是什麼呢 剛才都說了 就是用一些手機 以及一些器材 去做一個錄影 那大家如果是沒有一些 即是沒有一些方法 這個都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外錄 錄影的方法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非常之簡單 這個好處 那好處就是 它成本低 成本不高 即是可能你隨時隨地 這部手機 現在大部份的人 可能手機都 不可以說很厲害 但至少應該都清 至少影片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當然 對比起你用其他方式 可能這個就雖然對地步那麼清 但至少它可以做到錄影 成本亦都低 OK 而它有什麼壞處呢 它有壞處其實都很明顯 剛才都說過了 它的壞處就是畫質 畫質就一定不會好 因為是看你的器材的功力去到哪裡 那個解像度 真的夠不夠高清 這些都影響了它的畫質 然後其次就是音質 音質這件事其實都可以處理 那就是可以用一條音源線 譬如音源線插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放到電腦 之後再用電腦錄音 但當然這個就相當多的步驟 那其實就... 嗯... 也是一個方法來的 OK 好 那成本是什麼呢 上面好處都說成本低 那當然啦 這個成本當然是不會高 它這個真的是非常低成本的外錄方式 那但是呢 因為低成本的乖 所以它那個... 出到來的效果 當然就比預期可能沒那麼好的 OK 好 那我也寫了整體會給一個分數 有三個方式 那每一個方式我都會給一個分數 五分為滿分 那這個外錄的方式呢 就是有... 兩分的 對啦 因為... 嗯... 在今時今日呢 如果你還用外錄的方式去做一些遊戲錄影 遊戲直播之類呢 其實就已經是叫做... 比較上... 嗯... 不是那麼舒服啦 那些觀眾 即是觀眾會看得很辛苦的外錄 那當然啦 可能你會有一點點的... 一些技巧搭救 一些剪接或者配音搭救 那這些可能是... 嗯... 都可以搭救的 對啦 OK 好 那第二個方式啦 第二個方式呢... 就是內錄啦 那... 大家都知道啦 內錄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這部機啦 那我是時候說一說這個內錄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首先啦 錄影的方式是什麼呢 這個形式 它這個形式呢就是直接改VDS的主機板 用一條USB的線 然後再插入電腦 之後呢 再用一個電腦的軟件再輸出在那個... 軟件的畫面 對啦 那其實聽起來也不算很複雜的 對啦 都... 挺簡單的 對啦 都挺簡單的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的話就... 都多的 對啦 那它的好處呢就是畫面 畫面和音質都可以達到跟實機一樣 那就是說呢 譬如你在... 用這個肉眼打這部機啦 聽的音質 看的畫質 都可以跟這個... 在這個錄影上都可以看得到相同的東西 對啦 這個是... 是的 是真的 那因為我自己也試過一段時間啦 都試了很久了 那的確是真的跟實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真的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它的壞處是什麼呢 那這個壞處都... 其實我覺得這個壞處在這個內錄裡面是最致命的 是最致命的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成本極高 這部機是成本超超超超高的 那高度是怎樣呢 那高度的價錢我就... 嗯... 告訴大家啦 對啦 那這個價錢呢 我就可以形容是... 就是可以說是... 成本高度是可以買一部全新的3DS機 差不多可以買一部3DS機啦 那你想一下都... 真的都幾貴下的 真的都幾貴下的 那就看看你有沒有興趣會想買一部... 做到錄影做到直播的機啦 OK 那我們來下一個 OK 那剛剛上面呢 壞處都寫了啦 那成本就當然是... 高的啦 對啦 非常之高啦 還要是... 那所以呢 其實都... 我覺得是一個最致命的一個... 的缺點來的 可以說是 好啦 那來到比分方面呢 比分方面 5分 5分 我會給4分的 對啦 那因為其實呢 他... 雖然我說到成本這麼高啊 很多一些... 都算是一個致命性的一個弱點 一個壞處 那為什麼還有4分給他呢 那就是因為呢 其實他畫面和音質是真的真的... 是可以達至跟實機一樣的 還有呢 去到今時今日呢 嗯... 我現在都還沒有一些... 很... 不可以的情況 就是不會說好容易壞 就是不會說很容易就錄不到啊 因為過了都很久了 我這部機由太陽月亮出的時候買 那其實都過了一段時間啦 你看到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啦 我之前有玩過... Pokemon的水晶版 都是用這部機直播的 那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效果呢 都不會說差到去哪裡啦 那當然啦 偶爾可能會有些斷線的情況發生啦 那我懷疑是條線問題 可能過一過條線都OK啦 那但是我都要... 找一找條線是什麼線來的 找一找 OK 那所以我就給他4分啦 扣了1分 就是因為成本真的太高了 未必可以真的可以負荷到啦 因為... 如果你說可以買到全新的BDS機呢 那其實都接近Switch的價錢的 那這個就... 挺致命的 OK 好,那最後一個啦 也是我... 為什麼會買那部新機 也就是這部... 這部機 為什麼會買呢 那現在就說了 好,那下一個方式啦 那下一個方式就叫破解內錄 那什麼叫破解內錄呢 它的形式究竟是怎樣呢 破解內錄的意思就是呢 直接去到破解VDS裡面的遊戲系統啦 然後呢 用一個的破解軟件呢 就可以... 令到畫面直接輸出電腦的 那聽起來好像不錯的 聽起來好像都還不錯的 但是呢 那這個C這個破解內錄呢 究竟有沒有可能跟B這個方法內錄 究竟是... 哪一個會好一點呢 會不會贏到這個內錄呢 那我們就繼續看看啦 好,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是畫面流暢啦 畫面都流暢的 即使它是用這個軟件 直接投射到電腦上輸出 畫面都會流暢的 不過這個呢 就要根據網速啦 那我相信大家的網速 如果真的有機會做的話呢 網速... 我想大部份的香港人 應該都有100m 或者甚至再高都會有的 我想應該差不多都可以流暢的 因為我其他有些沒試過 我其他有些沒試過的 好 那下一個啦 那它的壞處是什麼呢 那壞處都是相當之致命的 我告訴大家這個壞處相當之致命 對啦 那壞處呢就是... 剛才說過啦 畫面流暢的 但是我沒有說是上屏還是下屏 那下面的壞處就寫了出來 那這個的流暢呢 只有上屏畫面流暢 對啦 是下面的畫面就會極度極度疾機 極度卡 那大家剛才如果有看 有聽我的講解都知道 那上屏畫面其實都相對地 在VDS的一些遊戲 都佔一些重要的位置 上屏可能是屬於一些遊戲畫面 那下屏就是一些選單 一些可能... 一些觸控式的選單 就是Save之類的作用 那所以呢 它上屏很流暢 沒有問題的 那至少... 那當然啦 沒有這個肉眼就這樣實機玩 那麼流暢的 好老實說 因為它真的用一個... 投屏... 就是一個網絡投屏的方式啦 那所以呢 就真的很難做到超順超順的 那它的缺點就是這一樣 好 那成本方面啦 那成本方面呢 其實都算我會歸納它是低成本啦 但是它需要一些電腦技術啦 就是一些破解的技術啦 那還有呢 有很多人都... 不太熟悉這一樣東西啦 有機會會做到一些... 對這個機有損害性啦 那在這裡先說一下啦 大家如果去做的話呢 就要自己衡量 自己衡量會不會做到那部機呢 有一點點問題的 因為你只要一整我這些機 其實就很麻煩的 會出事 那這些就... 對啦 注意注意啦 OK 好 那成本方面說完之後呢 我們就說整體評分啦 那這個整體評分其實我覺得... 好像比低了 那我們看看啦 啊不是差不多啦 那我給破解內錄的錄影方式呢 就給3分的 那5分裡面我給3分啦 那其實都...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它作為這個低成本呢 能夠做到有畫面流暢 就是上屏畫面啦 但是下屏不是很流暢的話 其實都OK啦 因為真的VDS呢 很多時候真的上屏是要很流暢啦 但是下屏其實就... 這個節目的比例不多啦 就是... 大家可能那個... 觀眾的眼光啊 就是那些重點呢 都是在上屏上的 就不會在下屏上的 那所以我覺得下屏呢 軸一點也沒什麼問題的 不過... 不過我先說明一下 軸一點的定義呢 是... 可能是十幾FPS的 十幾FPS 然後呢 是一格一格的去 對啦 那當然啦 大家可能觀眾就會看得不太舒服的 但是呢 你呢 都還可以看得很順的 在這部機上 不會... 不會說你部機是弄得不順的 OK 對啦 那... 這個就是那個破解內陸的方式啦 那其實這個破解內陸都好像出了很久很久的 對啦 不過破解內陸呢 只限於 就是Liu3DS才能做到的 其他機可能... 有機會因為系統的... 一些障礙啦 可能系統不夠強啦 所以就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對啦 那如果你問我呢 最推薦哪個方式呢 那當然啦 大家看這個整體分來算的話 當然就是這個B內陸啦 那因為這個內陸呢 其實真的... 很強勁的 它的... 它的... 輸出畫面 真的可以達至到跟實機一樣啦 那但是真的缺點就是成本高啦 對啦 那如果你說... 哎...不是喔 我不是說很想真的做到... 就是... 比成這麼貴的價錢 去買一部... 這麼舊的機 大家都知道VDS已經出了很久啦 就算你真的有... 想錄影的一刻呢 其實我相信可能你用手機錄 都... 做到同樣的效果啦 除非你真的可能跟我一樣 啊... 不是喔 我要... 我要直播喔 直播主來的 Youtuber來的 我要可能做很多攻略片啊 呃... 就是... 拍一些Pokemon啊 或者其他3DS遊戲啊 不行 我一定要買這部B呢 對啦 那我覺得B這個可以適合的 對啦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 可能純粹叫做記錄一下3DS的一些遊戲片段的話呢 我比較建議是用A或者C 對啦 因為呢 因為B那個呢 我怕你買我回去之後呢 就很少會再... 很少會再... 很少會再用 很少我這樣啦 我也是近期才開出來用的 其他... 就是很久之前都是... 只是玩完新換 然後玩完新換都放在那裡沒有玩 對啦...沒有玩 那之後就放了... 不知年幾兩年 對啦 出了劍盾啦 那之後呢 就玩劍盾 這部東西就放下了啦 對啦 OK OK 那說完這個外錄啦 就是可能你對於這個錄影的需求不是很大的話 那外錄的確是OK的 對啦 那如果真的... 啊不對啊 你想我畫面好一點的 那你就試試試C內錄 這個破解內錄啦 但是當然啦 這個就需要一些技術啦 還有就... 咳... 要注意啦 要注意很多東西的 好啦 那這次這個3DS的影片呢 就來到這裡先啦 那這一次呢 就介紹了3個的錄影方式給大家啦 那當然啦 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的 那我暫時呢 已知的就是這3種啦 那如果大家知道有些什麼方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然後告訴我 呃... 這些方法 究竟... 合不合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好啦 拜拜 這麼多人 隨便 那 我就 說 不合 不了 我 是